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坚强 啥吧 我呢 特别懒,就是懒得做饭 懒得吃饭 就是,哇塞,只要给我 只要让我上网 我可以在床上待一天 嗯 其实你想啊,有的时候也很神奇 就是一个三尺宽的地方 只要给你一个感兴趣的东西 你可以在那里待一天 不吃不喝,可是你 待久了的话,等你反应过来 就好虚拖,你知道吗 然后就很虚拖,然后又想 吃饭,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 什么力气做饭,甚至都 没有什么力气吃饭 那其实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他磨,磨吧 他不是 非常凶,让你去远离他 他是甜甜蜜蜜让你离不开 然后呢 然后呢,你就虚嘛 然后我就称虚 其实 我们要明白了这个的时候 就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作息 不管是多么爱好的事情 真的 不管多么爱好的事情 佛陀热爱 喜欢普渡众生 对吧 我也不能说他喜欢这么多 但是 就是说你看佛陀 佛陀的作息是十点到凌晨两点 四个小时的时间 这都是他休息的时间 是吧 有的事情就是 就算你再有伟大的目标 你再爱 你该休息还是要休息的 一定要坚定 然后呢,身体是不能去糟蹋他 也不用过分去照顾 嗯 对于我们自己 就算是再懒 啊 然后呢 啊 就是 他啊 或者是 生气 都是要有底线的 就是我们是有原则的人 就是 比如说就算你生气好了 是吧 你可以是因为什么 啊 大一点的事情 确实是可以生气的事情 你生气 但小的事情就没有必要生气 家里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生气 不管你是 比如说你是十口之家 还是几十多少口 不管 多大口的家 家里的事情都不值得生气 一丝一丝一毫都不值得 什么 家务活啦 家用啦 啊 家庭往来啦 这些事情都完全不值得生气 所以就是说 任何事情 都是要端正自己的 端正 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 你可以有小毛病 就是我都是理解的 因为我也有小毛病嘛 但是在这个前 这个前提之上 都是要端正自己 那比如说今天 我在床上待了很久 是吧 但是呢 我还是要起来做饭 你还是要活动 你这一天 你还是要活动的 是吧 吃饭睡觉喝水 然后呢 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还洗了衣服 今天的时候把衣服收好 然后 就是 你每一天的时候 都是要端正自己的 小毛病可以有 对吧 加油